一山傍水的彰化 除了南北各有浊水溪及乌溪围绕 更仅依偎着八卦山脉 而三下人们每天正努力的编织他与彰化的故事 欢迎收看观看下的风华 我是林浩 在我们一生当中 我们可能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有些东西我们做得很好 那些东西可能会成为我们未来的专业 但是有一些东西不是我们一生的志业 但却可以成为我们一辈子的兴趣 今天我们很高兴可以邀请到 布卡索校游管乐团的指挥邱翠萍老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请老师跟大家打开招呼 大家好 我是布卡索校游管乐团的指挥邱翠萍 老师你好 你好 欢迎你来 很高兴看到你 好我们刚刚有讲到 布卡索校游管乐团 其实是因为兴趣 而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团 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团怎么成立的 布卡索校游管乐团 其实一开始是有一群 很想要继续演奏的 园林高中的毕业生 然后呢 他们想要继续的演奏乐器 所以我们就先聚集在一起 然后办了音乐会成立的 布卡索校游管乐团 我们的团长是我们的校友 第41届的校友 郑乃佳 然后呢 他也是我的先生 是 对 然后我们一起为了这个团呢 就是打造一个能让大家有演出机会的地方 然后我们的团里面呢包含了相当多的 园林高中的校友 然后还包含了其实隔壁学校的好朋友 我们也成为校友 是 所以我们就是包含了很多不同学校的 有同好的人 对音乐有兴趣的人 都很欢迎一起加入 是 我们的唯一的条件就是一定要高中毕业 一定要高中毕业就好 只要成为高中毕业的校友 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乐团 这样 老师你刚刚都讲到就是你们一开始有办了一个小小的音乐会 是怎么样开始 那大概有多少人一起参与这样子的初步的小型演出 我第一年带园林高中的时候 就是我带的是第54届的学生 他们那年高二 然后演出完 7月份成发完之后呢 在8月份的时候 他们高三跟毕业的校友就一直很想要再演奏 是 他们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帮他们办一场音乐会 我们就是跟学校界的活动中心就是很简易的 然后就可能晚上五六点 准备好之后就开始 然后就是对象就是在校的学生 这样子 然后就在活动中心演了一场 对 之后停了一年 就是2004年的时候 我们才正式在彰化演艺厅 办了第一场创团的音乐会 是 对 这是我们准备开始往前走了 对 那你们第一场那个小型的音乐会 大概选了几首曲目 大概六到八六首 那次的曲目我都完全没有参与怎么定制曲目 因为本来曲目都是由我定 对 那那一场的曲目都是由他们想要吹什么 是 就把它集合在一起 然后打起来 然后他们一练过的曲子 就一起来演奏这样 所以一直走到了2023年的今天 对 那这个团的规模大概有多少人 大概 我们 如果说演出台上的话 台上基本上都将近有五六十个以上 然后加上工作人员我们 大概都八十几个 如果是校友的话就不止 因为其实台上都来来去去 不一定会同样的人 是 大概只有我会是同样的人站在那里这样 对对对 然后来来去去的话 其实 有些时候如果大家都一起出现 有可能会出现超过一百个人 这么多 对因为我们今天就在想说明年的20周年 要找大家一起回来吹 我就想完蛋舞台不知道做不做得下 哇塞 所以其实从老师刚刚这段讲 我们可以听到说 其实办一场音乐会没有这么简单 要很多人一起来帮忙 对目前幕后其实有很多要做的事情 是是是 所以好我们就讲 长期在演奏的大概有多少人 长期在演奏的最起码会有三四十个人 对对对 那我们的管乐团分大概几个申部这样子 申部吗 就是竖笛 长笛 然后萨斯丰 萨斯丰还有分中音萨斯丰跟次中音萨斯丰 然后呢有法国号 长号 上低音号 然后低音号 然后还有打击乐器 打击乐器就是将近二三十种三四十种的乐器 都有可能用得到 老师说的云淡风轻其实有些乐器是非常的大 然后很占空间 然后其实降额不菲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刚刚除了讲到台上的 然后我们就先不谈那些台下很辛苦的事情 那我们请老师分享一下 其实办一场运会不简单嘛 那有没有遇过一些印象深刻很挫折很辛苦的事情 很挫折很辛苦就是有一年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可能忙研究所或是忙着工作忙着打工 对那年的人数真的很难找就是要请大家回来演出我们会提前准备嘛 那我们会在二月份之前会因为我们要申请的是下半年度的音乐会 在以演艺厅来说原理演艺厅来说他必须要在上半年度就要完成企划案的送件申请 然后申请完之后决定好了地点还没有找到人 对 所以因为通常我们只要订了地点之后申请完之后 我们大概二月份开始就会陆陆续续每个月最少练一次 然后一直到演出前才会在密集的练个三到五次 对 这样子 所以有可能会遇到人变得很少那一年就是你打电话都找不到人 对所以有一年我就会觉得快要心死 然后我就想说我就跟大家讲说我守着这个舞台 如果大家真的还想要这个舞台 你一定要记得回来 对你只要有回来 我们就继续为大家守住这个演出的舞台 如果大家都没有想要回来 那我们可能就会一直暂停下去了 对 听起来很感动耶 就是就是老师这样努力的帮大家守住这个舞台 但是因为大家可能种种的因素 对 个人的因素 还有工作啊什么的 对 那其实大家也可能心里也是想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老师就是虽然是国小的老师 但是想要帮大家守住这个舞台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心情 因为第一格它是我的母校 然后呢 再来就是其实这一份革命情感是大家累积来的 那其实每个人都把这里 我们都说这里要像家一样 每个人回到这里就像回到家 不管你在东西南北哪里奔波 或者是上班辛苦 这也是一个让你可以放松的地方 可以增加正能量的地方 是 对 来让我笑笑 让我抱一下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 好 可以再继续开始这样子 所以我想说给大家一个很棒的地方 让大家能够回来储备能量 再去面对外面的挑战 哇塞 真的很像妈妈 对 我其实就是像他们的妈妈 所以她都叫我学姐 对对对 我昨天遇到一个老师 她年纪也蛮大 她一直叫我学姐 我说好 我是大家的学姐 是 哇 很感动耶 那一年大家有没有受到妈妈的感召 有啊 后来我就在FB上面也说 我说大家一定要回来 如果不回来 我们就 我就要放弃这个舞台了 然后陆陆续续就会有人说 学姐我可以回来 但是我回来的次数 不能太多可以吗 我说可以 你只要愿意回来 是 对 所以陆陆续续就 我们就成功了那一次 哇 对 就陆陆续都有人回来这样 但是大家回来了之后 理想是很好了 但是现实还是很骨感嘛 对不对 班音乐会还是会遇到很多困难 对 例如说很多后勤补给的部分 是不是有一些很特别的经验 其实我们应该说乐团通常 不太会有经费请后勤人员 我们全部都自己来 我们自己办乐器 不管是什么乐器都要帮忙班 然后自己整理 然后呢 我们自己设计台报 然后自己去印刷 然后呢自己去宣传 在网路上宣传啊 或者是去商店宣传 都要自己来 甚至自己拉赞助 对 全部通通都要自己来 那所以我们都笑称说 其实管乐社人很会搬家 很会搬家 很会打包 然后很会搬运 对 这样子 然后其实音乐会 除了前台演出的人员 其实上还有幕后的一些工作人员 或者是最前台的招待人员 就是乐团的人 就是我们的校友 他可能很久没有吹乐器 是 然后他又很想要贡献一己之力 他就会想说 学姐我今年可以报名工作人员就好吗 对 所以就会有一些 已经可能毕业十几二十年 没有演奏乐器的 但他每年都会回来当工作人员 哇 好感人哦 对 他就想说 我要贡献我的一份小力量 对 然后我们教友团 他一个特色是我们会请学生 就是在校生 来当当兰兰的工作人员 是 来为学长姐服务 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因为明年 换他办音乐会的时候 他才知道他要做什么 对 这是一个经验的复制 对 他会复制我们一些成功的经验 然后让他 下一次当他要演出的时候 当他要做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个轨道可循 是 对 老师如果当你遇到像很多的困难 例如说 好像刚刚讲到的 车帮舍没有找到 对 或者是说 搬运乐器 人手不足 或是没有货车什么的 因为像很多乐器 木琴啊 什么定音鼓 那都很大 对 那个怎么办 我们其实 有一年我先生去学开大卡车 啊 自己想办法 你说团长本人 对 他自己想办法去借大卡车来开 是 对 或者是以前我们可能 乐器不多的时候 还可以很多台车一起帮忙载 后来到我们人很多乐器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是会固定起外面的搬运公司 就是给乐器车的费用 就是专门搬运乐器的公司 对 只是他可能派来的车 不知道是够不够我们用 或者是我们原本可能订20吨的 就他来了可能是两台小台的 我们就会很困扰 那就是会在搬乐器上 就会花费太多的时间 因为我们要过去原理演艺厅彩排 希望能够几点之前 就能够把乐器定位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会被delay 对 就是有时候会突发状况 我们今年就有这个突发状况 对 我们的乐器车delay 那它是来大台一台 所以其实还好 对 然后呢 演艺厅里面呢 演艺厅的舞台也trouble 就是演艺厅的舞台 是全台湾剩下唯一一座 可以前后推进的舞台 嗯嗯嗯 它可能在演舞台剧的时候 可以往后推 就比较深一点 反响版 对对对往后推 然后如果是在比较 乐团在演出的时候 它反响版必须要推出来 嗯 结果我们演出那一天 我们努力的终于等到乐器车 去到演艺厅之后才发现 所有人在演艺厅卡住了 因为演艺厅的舞台出不来 然后演艺厅的工作人员说 真的没办法 也不可能临时找人 技术人员来修理 是 对 所以我们就只能 想办法 想办法 我们就把所有的椅子都往前推 是我们最靠近观众的一次 就快要到舞台边界了 对 然后我们后面因为声音 它是拉布幕下来 可是我发现布幕很会吸声音 我们声音会出不去 所以我们就借了小剧场 演艺厅旁边那个小剧场的 活动式的反响版 然后再把它围起来 就是光彩排 其实我们是下午两点办演出 我们其实早上应该 九点就要就定位 准备彩排 我们弄到十点半左右 才开始试声音 所以整个就是完全大delay 但是就只能够默默的赶快做完所有该做的事情 然后把它撑过去 那你到现场遇到这么多状况 你的心情是遇到问题 只能想办法解决 对 只能想办法解决 然后我看我们在彩排的时候 那个舞台上面的灯泡突然爆裂 掉下来 就是它有一些粉穴 刚好砸在我们短笛手的那个 一点点身上 他说还好没什么事 但是我们听到那声音很大声 他们就说那是灯泡扫裂的声音 对 所以我们今年的演出真的是 命运多传 有惊无险 对 但是命运多传 那是有惊无险 这样子 是 哇 真的是 所以是很特别的十九年 哇 第十九年 第十九年 对 好 相信明年一定是很圆满的二十年 真的 OK 好 老师你带团带了将近要二十年了 你觉得这个团给你最多的感动是什么 最多的感动就是每个人都是 你只要登高一呼 就会有很多人回应你 然后会有很多人给你支援 对 发挥他们自己的专场 对 我就说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设计海报 然后就会有人说 我来 这样子 然后有人就说 我今年可以帮忙出节目册的钱 节目册我负责 然后我也负责编排这样 对 当然大家都不是这个专业 当然大家都很厉害 是是是 对 然后需要什么 今年我们也是人多到那个设办做不下 然后呢 就很多的包含 一些老师啊 就是一些在管乐的老师 有来一起吹团的老师 还有一些校友 大家很厉害的搬动了所有的柜子 挪出一个空间 就是重新大排列 把设办弄得比较宽敞一点 对我就觉得 哇大家真是很神奇 那个冷气坏掉了 有人就爬上去修理 对 然后就去买水管 然后买胶带回来贴这样子 大家都是万能的 真的是莫虎藏隆 真的因为来自各行各业 对 各有各的专场 对 他们就会发挥他们的功能 然后大家就是想要一起把这个音乐会办好 对 对 这整个向心力跟革命情感 这个凝聚起来很不得了 对 所以我都说我们是 因为革命情感凝聚起来的一群 对啊 所以这里有很深的感情 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段VCR 这段VCR其实是 老师他们今年的演出的最后一首 安口曲 好 跳舞的就是在校生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蛮特别的一段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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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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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